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文医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用美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增加EB1A和NiY批准的几率 好多人问到说我怎么能够增强我的背景 增加批准的机会 这里呢,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马克图文讲的 如果有没有问题呢,可以问马克图文去算账 法国人笑话美国人说没有历史 美国人呢,闲下来总想编撰家谱 可是呢,编到他爷爷那一代 就再也编不下去了 然后呢,马克图文很纯相机说 法国人有空的时候呢 倒是总想弄明白自己的生父到底是谁 可是怎么也搞不清楚 反正这个笑话归笑话 吸引大家的注意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到的是 虽然平常讲到说好像美国的历史比较短 但是呢,实际上美国还是很注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那么相应的呢,在绿卡申请中 如果强调要联系上和美国的历史文化 这样呢,对于绿卡申请是有利的 举个例子,有一位客户 他是象棋的棋手 我们把他不但和这个波尔加三姐妹做了对付 还讲到了在冷战期间 美国的国际象棋棋手 费蛇战胜了苏联的象棋棋手 斯帕斯基,当时呢,美国总统都发去贺便等等 讲到这个象棋的文化中的作用 过久呢,我们有另外一位客户是科普作家 那我们在申请中呢,把他和美国知名的作家卡尔萨根做了类别 比如说,有的人做的是基础科学研究 研究有什么利根剑影的作用呢?不一定有 但是呢,我们把它,比如说,和这个轻微素的发现,叫弗莱明等等做了类别 或者说呢,有的人,我们把它和爱尼生,马斯克,等等其他人做了类别 这个呢,对于申请批准都会有帮助 比如说呢,现在,从这个视频的背景里可以看到 球员呢,他是来自美国海军学院 今天是在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 那么,谈到安纳波利斯,有的人知道有这个海军学院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 可能没有很多人知道 安纳波利斯呢,从1649年就有了她的立会,立法会的这个Building 然后这个城市 但是这个名字呢,是从英国的皇储,叫安妮公主啊,名字来的 那么,安纳波利斯除了有海军学院 还有一个叫Saint-Jox College 这个名字呢,可能大家听的,觉得不是很有名 但是,海军学院呢,是1845年设立的 而这个Saint-Jox College呢,是中国康熙年间,1696年就有了 那里面的毕业生有一个大概最有名的呢 就是给美国国歌写歌词的这个诗词 后来普通曲,成为美国国歌 那像这些知识呢,如果有的时候啊,你在这个人文啊,文化背景啊 或者和历史相关的,或者其他方面的都可以用到 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呢,美国首都华盛顿 它这个街道呢,不是仅仅像棋盘阁一样,横平竖直的 而是有很多环岛,色口,有这个放射性的这个街道 这是怎么来的呢? 乔治华盛顿本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来过安纳波利斯 安纳波利斯呢,当时街道就是这一些环岛 让它从中得到启发 那如果你是做建筑类的,或者是航域类的,或者是设计类的,等等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同样的引入美国人文文化历史中的一些例子 对于绿卡申请会有帮助 这个呢,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在过去的若干年里 有很多成功经验 我们的客户有基础科学的,也有应用科学的,工程类的 也有医生,设计师,人文学者,等等很多 那么这里呢,只是举一些简单的例子,讲到 那么你绿卡申请,当然说要有一定的书面政治,客观政治 你不能做无理之吹 那么还有呢,就是所谓叫包装 那怎么包装呢,你不能无中生有 对吧,那我们前面举了一些例子 这里头呢,就是说在现有的政治基础上 怎样能够更好的imprice移民官 因为移民官也是人嘛,他们每天看到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遇到枯燥的申请材料,彼此类似 那你如果在申请中能够更多的根据自己的情况联系上 美国的历史文化对于申请批准会帮助 好,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怎样16美国 增强EB1杰出人才 NiW不是过敏,律卡批准,几率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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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